古有 我要清喉唱歌就是 古有什麼呢 少林共夫好爺 好好爺 金有什麼呢 人民子弟兵好勁 武德丁 我是少林共夫 他是人民子弟兵 就是那種 最近新時代的英明領袖 就發表了一篇重要的講話 什麼講話都重要 當然這篇都很重要的 因為關乎打勝仗 能打勝仗的 可以說曲到圓這樣 公告天下 超告世人 這個謝方磚 這個人民子弟兵 這個解放軍 這個威武文明之師 究竟有多厲害 好運勁 武達丁 話說 話說什麼呢 話說要跟大家說聲 希望大家去做這個 八面郵報 patreon的訂戶 因為那裡有很多新東西 會跟大家見面的 獨家的 除了現在有四個環節之外 接下來應該下個禮拜 或者今個禮拜 用完禮拜日開始計 星期三 接下來的星期三 就會有個 應該是星期三 由清元當年呈的聲音專欄 會全新的聲音專欄 跟大家見面的 就說回小弟的成長 和香港的發展的關係 怎麼說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接著就是說 香港人怎麼一起走過不同的日子 由很艱苦很困困的日子 到很冬咬彈起的日子 到變成亞洲四小龍的龍頭 四小龍最厲害的那條龍 接著突然間一個回歸 開始五角五角 人家南韓就升升升升升升 台灣也都升升升升升升 新加坡也都升升升升升 那我們就變成四小龍裡面的龍尾 變成了一條蟲 究竟是怎樣的呢 小弟每天都會用幾分鐘 和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這個中年心底夢 就是這樣了 好了 言歸正絕了 話說 今年是十二月未了 不久之前 幾日前而已 這個中共中央軍委 召開了這個人才工作會議 厲害 要講人才 一講人才 即是不夠人才才會講人才 這些就是那個意思而已 這個新時代英明領袖出席了會議 兼且發表了重要的講話 很重要的 他就高調要求我歸立了出來 小弟歸立了出來就是 四個抓好 四個抓好 即是甚麼呢 即是抓好四方面的人才 詳細一點呢 詳細一點呢 或者跟大家分享 是怎樣看偉大祖國的東西 怎樣去分析偉大祖國的問題 尤其是看偉大祖國的重要文件 還要講話這類的 那小弟就覺得 最快靚正的方法呢 是七個字 七個字講完了 大家記住這七個字就知道了 可能有些朋友都記得 是哪七個字了 沒錯 就是這七個字 這七個字就是 正面文章 反面讀 正面文章 反面讀 正面文章 反面讀 就是這個意思了 他越講得正面呢 你倒轉看就可以了 你看偉大祖國的東西 其實呢 逆向思維 逆向操作呢 基本上就看到呢 起碼六七成 甚至是七八成的 雖不中 逆不願意的 例如說 跟香港人都有些關的 就是甚麼 完善選舉制度 完善它喔 真正的意思 其實阿爺覺得現在不完善 即是他不like現在香港的選舉制度 是吧 不夠完善 覺得很不對勁 又益了那些反中亂港的人 在他可以盤踞著這個議會 這樣怎辦呢 這樣是很不完善 是有缺陷的嘛 所以要完善它 就是這樣了 完善選舉之後 他有時候呢 又變了動詞的 很奇怪的 是吧 即是有些副詞變了動詞 有些形容詞又變了動詞 他很喜歡這樣的 這些是新語法來的 是吧 newsweek 即是1984 George Orwell 乔治歐威以前說的 新語newsweek 就是這樣了 好了 言歸正傳 有 加下套用在四個抓號那裡 可以怎樣說呢 即是哪四個抓號 再說一次 即是抓好聯合作戰指揮人才 抓好新型作戰力量人才 抓好高層智科技創新人才 抓好高水平戰略管理人才 抓好高水平戰略管理人才 是吧 即是說什麼呢 這個聯合作戰指揮人才不行 什麼叫聯合作戰 就是海洛空三軍作戰 聯合作戰 3D作戰 現在就太空戰都有 那什麼新型作戰人才呢 當然主要就是IT戰 太空戰 網絡戰 其他一些很奇怪的間諜戰 新的那些 即是科研人才 簡單來說 軍事科研人才 又沒有 以至高水平戰略管理人才 都沒有 都不行了 或者是 即是什麼叫高水平戰略管理人才 那些參謀官 那些指揮官 那些指揮官 這樣咯 即是白武 哎呀 就是什麼都沒有 即是最主要那些 你當兵 那些兵就劈磚 劈磚 劈磚 會不攻彈 是吧 會玩關刀 哇 狼牙棒 這樣人家 可能一個炸彈扔過來 已經玩完了 那怎麼搞呢 你沒有 即是 冰多個帳 是吧 那就是 或者你怎麼說 那些帳 就變成雲帳 或者是 那些什麼 那些芝麻帳 胡椒帳 胡桃帳 那怎麼搞呢 是吧 而飛機帳只要 又這麼巧 又這麼巧 就是什麼 你說人才 正面文章 反面讀 你現在搞了 人才工作會議 那就是說 其實人才也不行 這個會議 開始之前九日 九日 即11月中巡 由這個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議員 組成的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 這個是對白宮 對國務院 對國會 都很大影響力的一個委員會 那就是向美國國會提交了2021年度的年度報告 就是老舉賣年 算夠數了 就是跟你埋單計數算夠章 那裡面也都提到這個 這個 蛇方磚的 人才問題 都是解放軍的人才問題 就是提到的 就是中共軍隊的人才問題 就是人才主要是軍官 或是以上的 就是不是一般的小小 那這份報告 美帝這份報告 固然強調 其實解放軍 已經擁有 或者即將擁有 入侵台灣所需要的初始能力 是初步有的 有這個能力 兼且對美軍 造成越來越多 越來越大的威脅 威脅 但是這份報告 也都同時指出 解放軍 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即是你演技也挺好 不過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即是那種解放軍 仍然存在 這個聯合作戰 和軍官質素方面的弱點 聯合作戰 就是剛才講的 海陸空三軍 你不是海軍還海軍 打陸軍 解放軍就有這個問題 那你怎麼搞 一起要海陸空三軍 甚至連太空軍都一起合 不止3D作戰 不是3D作戰 是4D作戰 5D作戰 連網絡戰都搞了 一起搞 一起混合一堆 一起去好 如果不是外國三軍司令 來托 是吧 就不得了 原來大陸給人感覺 還有軍官的質素 因為很老實 人民似敵兵 其實是農民似敵兵 其實大部分是農民出身的 那你怎麼搞 你都慢慢升上去做軍官 現在的軍官 那個人要政治忠誠為主 不是其他東西的 那怎麼搞呢 就是黨軍 不是政府軍 又有另外一些問題 黨軍最大的問題 就是隨著領導人不同了 又換了一批軍頭 那就糟了 都不關事的 很容易出現了 美國不是 什麼 策謀長聯席會議 那才算是 前線那批 來去都是那些人 他退休再運 但是傳承好很多 國防部長當然 總統換了都會換的 但是那個是 基本上可以說是民官來的 在一些決策性的問題上幫忙 但是正式在前線指揮約定的 參謀長聯席會議 那個主席也好 什麼都好 一堆人呢 好像有些聯邦儲備局那樣的 紐約儲備局也有個代表 那裡有個代表 那聯儲局主席呢 是巴威爾那樣的為例 就是整個 整個董事會的主席的意思而已 其他董事都在那裡 很多執董在那裡 就是這樣 那麼 偉大祖國就因為要 要指揮 要全面效忠 新時代英明領袖呢 那這一方面呢 就又會隨著 換了領袖呢 又不同了 又撿個位置 起個風 移燈換椅 洗手吃煙燙為土 你這樣移一下移一下呢 又換了批人 又是麻煩的 對不對 就是鬥餐懶的時候鬥完 別人都打到你了 打到你門口 是不是 其實清朝的時候都是這樣的 左中堂和李鴻章呢 他吃著左中堂雞在那裡搞你的 是不是 就是不行了 好了 那這一份報告呢 美帝這一份報告還評估 中共軍隊呢 還沒有有效地培訓到指揮官和軍官的 來去做負責呢 即是不可以升任什麼呢 去計劃去協調去實施必要的聯合行動去入侵台灣 是不可以的 有你打他有他打 那怎麼搞呢 不如你看中國傳統文化中法社會 差序格局那樣有機會跟大家說 又是真的難搞的 那怎麼搞呢 你不要以為這樣 可能從道這個五戰爭的覆設 那怎麼搞呢 那這份報告還說 作為指揮官呢 其實是需要負責空中控制 海上控制 和兩棲作戰部隊的協調 還有就是要面臨通訊中斷的時候 他怎樣執政 那怎麼搞呢 現在你又什麼都不准自己決定 你執政不了的 還有就是怎樣去調動 後勤部隊 後續部隊 不是後勤部隊 不是後勤部隊 你看一陣 出了事或者是不夠的 要加碼 那怎麼辦呢 又是要找你的偉大領袖 那怎麼搞呢 那就是難搞 那這份報告指出說 這些操作是需要高度的適應性 或者執政能力 由能夠做出戰場抉擇的指揮官 去領導才行 而新時代 英明領袖很厲害 就正正指出了 現在需要開這個人才工作會 正正指出了這個人才的問題 你說多厲害 真是好肯英明 好肯神武 真是不行 真是不行 紅太陽 東方紅太陽上 中國有出力的自助使 厲害了 但事實上 關於這個指揮官的問題 軍官的問題 這個神級英國首相 即是英國人覺得最偉大的首相 戰士首相 Winston Churchill 邱吉爾 早在七十年前 已經在他的經典具主 第二次世界大戰會錄 就憑這份東西 就拿了諾貝爾文學獎 講笑錄大賊 這個應該是唯一一個政客 這麼高層的政客 拿到 一個政治家 好聽一點 一個政治家拿到諾貝爾文學獎 不是和平獎 政客拿了和平獎就不奇怪 但是拿到文學獎就真是厲害了 他在他的經典具主 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裡面 就已經指出 指出法國軍隊的問題 他說法國軍隊之所以會輸給德軍 納稅德軍 就是因為缺乏出息的軍官 猶而自治 他說法國軍隊甚至差到 在他們的軍事計劃裡面 竟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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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有預留到戰略後備部隊 是這麼多了 你作 是這麼多了 余生竹僅僅屬 打多兩顆 玩完 那便操入海船門 人家就 不是拿破崙 是納稅德軍操入海船門 那怎麼搞 好了 邱吉爾甚至乎批評法國軍頭 他說軍頭怎樣 在所有戰爭裡面 總司令通常是需要做兩件事的 第一件 就是要為軍隊制定一個很良好的作戰計劃 第二件 就是要保持強大的後備軍力 這樣才行 而法國的領導人 在這兩方面都很失職 無料到無能用的 就是那種 當然 不怕貨比貨 最怕不識貨 我們的新時代英明神武領袖 當然沒有這個問題 他不單止沒有失職 還一早就提出了警告 就是要開這個工作會議 立此傳召 記錄在外 你們這幫傢伙 剩下麻煩 就是那種 不行 真的沒有了 那怎麼搞呢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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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可以 很肯定 就是這樣跟大家說 很肯肯定 跟大家說 如果 最終打輸了 百分之一萬 不是百分之一百 不是百分之一千 百分之一萬 什麼叫百分之一百萬 是不關英明領袖的事 是不關他的事 絕對是他下面那幫馬仔不可以打 就是這樣而已 不過香港那些都是 真是 叫著自己好打 通常都不打 正面文章翻面讀就知道 正如歌仔也有得長 林阿珍那首歌 不過現在是 林阿珍就是宜宜宜宜做 林阿珍 幫我改一點點 錯錯錯錯錯 是馬仔的錯 錯錯錯錯錯 實在我沒有什麼不妥 我就是 當然是偉大領袖 我沒有什麼不妥 即是那種 我那個爹地 他爹地都沒有錯 我那個爹地錯 我沒有什麼不妥 誰不妥 呵呵呵呵 當然是馬仔不妥 是吧 一定是這樣 不能說不是的 皇上英明 一定不是他的問題 好了 最後再提大家一次 希望大家 就在Patreon做訂戶 還有特別提一提 就是在月頭呢 很多現有的訂戶 因為他們月供 就很明顯在月頭 就會自動切了一堆 如果大家都想著不續供 那無所謂的 各適其適 各適其適 但是大家如果原來其實不為意 那就希望大家逐功 那就可以幫到小弟不少 那如果大家想簡單一點 給一次就給一年錢呢 都很簡單 你跟著裡面的做法可以了 或者問問熟悉一點點的朋友 再不然可以寫電郵來的 我的朋友 IT朋友很樂意解答大家的疑難 那電郵地址呢 就是info info info infoatpost852.com infoatpost852.com 那就行了 以前都有告訴大家 遲些可能會出資料給大家 因為小弟都是一些很傳統的人 有整張紙出來給大家看 真是有點失禮的 好啦 總之怎樣說都好 都很多謝 很多謝大家的支持 有你們的支持 小弟一定會揭盡所能 想盡辦法扭盡六吟 去繼續堅持的 很多謝很多謝大家 多謝了